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进入大决赛的关系 星期天古月节的气氛比星期六更为浓烈了 来自美国的天才鼓手托尼·罗伊斯特的表演 让观众欢呼不已 比赛项目方面 选手们旗鼓相当 青少年组和公开组的冠军 分别由美国和菲律宾人囊括 虽然新加坡代表无缘问鼎冠军 但有幸参与决赛 无疑是一个难忘的经验 主办单位表示 明年将举行更大规模的鼓乐节 让新加坡观众更加了解 现代鼓乐器不同的音乐风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